后来我发现我几个月以后呢 我的耳后的那个无头瘤啊 就消失了哦 哦 再说一遍 让我们很愿意听这样的故事 我耳朵后面有个瘤是没有头的 也不痛也不痒的 哦 不痛也不痒 然后我服用了一两个月 它就自动了 然后我按按它 流出很多那些黄色黄色的东西来 然后就消失了哦 哦 那那是这样的 OK 他人是把它孵化了 就说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有时候我们说 比如说一个甲状腺的牛 或者甲状腺的一个什么 这个这个 你说 然后我就继续服用了 然后我以前那个症状我就很 因为我是以前做办公室的嘛 嗯 办公室小姐来的嘛 每天对照电脑又没有硬动了 然后我又是常 哦 这些疼痛呢 疼痛呢 总之就有心汗了 什么都有了 哦 然后我肯定了一年多后呢 又慢慢的没有这些症状了哦 哦 这些疼痛都消失了 那那你能不能够跟我们说一下 你当时那个耳后的那个五头牛 那个当时有 之前是有多久 会不会临时长那个 然后他自己 很久了哦 很久了 也不痛也不会痒哦 它会好像越来越大这样哦 哦 很多很很很久 而且不痛不痒 但是 广化症的没有东西 没有头的 哦 但是越来越痒的 嗯 啊 不会痒的 哦 越来越痒了 哦 越来越痒了 OK OK 现在吃了一两个月 它就完全就那里头的脓给它就出来了 最后这个就好了 啊 啊 然后我就续续服用咯 每天十几啊 二十几这样咯 然后 然后进来呢 因为我 我收拾屋子 我 我就 怕得我喉咙痛了啦 啊 我就 啊 嗯 好像要生病 要生病了 我就 增加我的服用量咯 就变了 一天三四十几十几这样啊 哦 然后我反而觉得我不好哦 啊 情况不好哦 啊 每天头晕这样 啊 啊 晚上睡觉一睡不好 啊 啊 眼睛干干这样啊 啊 但是这些事 就是我不用太多了 啊 那 我的体重是 五到五十几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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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样就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 在天特别热的时候 稍微减一点量 因为这个夏天可以说 这个 没有春夏初天的 马来西亚 哦 是吗 OK 那你就量稍微减一点 你量可以稍微减一点 量少 再少一点啊 对 我的体重 我自从出的FL 后来我就好像人很少消瘦了 然后 会很瘦啊 可是又不会没有什么病痛这样子 是会瘦啊 你关键是就是你的 你的身高是多少 无尺不道 无尺不道 那你这个你是50公斤是吗 还是多少 50公斤好了 50公斤 50公斤实际上 你要是1米5左右的话 你50公斤是一个可以说很正常的体重 所以你这个体重呢 是一个你使用生命之权的时候 它可能帮你剃掉了你身上多余的 你1到2磅的这个多余的脂肪 然后在这个地方 它不会让你继续销售的 因为这个产品它是一个 可以说它是一个聪明的 它会知道你需要多少 我身身服务量也是瘦啊 我身身服务量也是瘦啊 应该的 它如果是本来有点超重的话 它瘦一点是正常的 实际上就是说你的体重应该是 比如说可能48公斤 49公斤 就是最正常的 因为你只有1米5嘛 你1米5的体重 它有一个比例的 所以你这个体重还是很正常的 你要没有什么不良的感觉的话 你这个体重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体重 我现在整天都头晕 又睡不好 睡不着觉哦 那你就少吃一点 那你要减一点量 不要 不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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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